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先生会 今天是人情故事记 这两天有一个巨大的瓜 就是这个前乒乓球 不是 前中国国家队乒乓球世界军军张继克 和他的前女友景田发生了一些事情 张继克据说是一个烂赌徒 烂赌徒赌到一定程度 还不上诈了 怎么办呢 就把景田的照片发宝去了 也不是发宝去了 就是给他的债主抵债了 我就想问一下 景田的高清的照片 视频什么的 各位谁有资源 分享一下 我们这两天各种群里头发不靠谱 你知道吗 还有发那个景田百岁山矿泉水瓶子的 你知道吗 反正气死我了 没有一个靠谱的 网上也找不到任何资源 当然了 我估计这个事可能不是真的吧 咱们但愿吧 但愿不是真的 因为我总是希望这个人还有一丝人性 是不是 像张继克这种人 你说这玩意儿 幼儿失学 就会打个乒乓球 然后这种人说句不好听的 办出什么事了 我都觉得不太新鲜 景田大众脸 说实话 我感觉景田跟谁似的 跟关小彤似的 对吧 长得都挺好看 身材也不错 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 想不起来这个人 对吧 只有出现这种大的新闻的时候才能想起来 哎呀 好多人都看在网上就说 景田是恋爱脑 当初什么杨幂都劝过他 长几颗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别太上心 景田不听 是不是处于恋爱中的人 这很容易就被爱情出昏头脑 这种东西就叫恋爱脑 咱就说 但是咱说实话 不光是景田有这种恋爱脑 像历史上很多人都有这种恋爱脑 你知道吧 最最著名的中国就有 像当初那个叫卓文君 卓文君您都知道 美女漂亮 是不是 这个亲戚书画 吹辣谈唱 样样精通 反正当初长大成人之后 就很多人上这个卓家去提亲姐 这卓文君都看不上 然后也就都没答应 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个人 谁呢 司马相儒 这人太著名了 是不是司马相儒 这个司马相儒说实话挺有才 特别有本事 但是常常也不得到重用 于是就一气之下从朝中就出走了 出走以后来到一个地方上 到了一个县里头 跟那个县令叫王级 关于特别好 就经常跟王级炫耀 我这个很有才华吗 是不是 你看我这么有才华 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 是吧 要不咱俩扯其造盘嘛 王级说你他妈疯了吧你 你学红手权是怎么着 是吧 你不能这样啊 那个干脆这样吧 那个我们这有一个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叫这个卓文君 我觉得这卓文君呢挺配得上去 要不然你想个折 你们俩结婚 是不是 你也算有头出路 这司马相儒说 那是 这人家大小姐看得上我吗 是不是 人家这个听说这个提亲的都已经把门杆都踩破了 是吧 肯定看不上我 这个王级说 那你甭管了 是吧 我先给你遭到事 怎么遭到事呢 就是开始频繁的去拜访司马相儒 您琢磨啊 这个王级啊 虽然是一个县令 但是咱说实话 您好歹也是一县之长 对不对 您这个一当官的去拜访一个普通人 还经常去 天天去 这司马相儒呢 俩人商量好了嘛 就故作这个非常高端 是吧 我这故作高冷 不接待这个王级 于是呢 司马相儒这个名字就传出去了 这人就觉得呀 这人什么人呀 是不是 都想看看 然后呢 有一天这王级啊 就跟这个卓家 因为毕竟是这个卓家是地方上大虎 这王级呢 是地方上长官 是吧 双方之间就有很多勾勾搭搭 这王级呢 就跟这个卓家说 哎呦呦 这么一个人太厉害了 这人叫司马相儒 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着 这个卓老太爷呢 就是这个卓文君他爸呢 一听 那跟随 那甭见了 那就 那就请人来吧 对吧 请人来家里头 吃个饭 见识见识 看看这小伙子什么样什么的 这个就把这个司马相儒请家去了 这回司马相儒啊 就是按照 其实这个事啊 在这个 在这个司马迁的笔下 和在这个 这个后来这个 这个汉书里的记载有一个区别 这个司马迁的笔下呢 这个司马相儒是很不情愿才去 被强迫的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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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这个汉书里头对对此的记载呢 是司马相儒故作高端 故作高冷 然后就去了 甭管怎么着吧 反正就是一请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那就在这个堂上 然后就一块吃饭吧 大家一块吃饭 一块聊天 后来呢 这个王吉就跟这个卓老太爷就说 哎呦 您不知道吧 这司马相儒啊 司马先生 善辅琴 哎 您让他辅一个 李说 您琢磨 客请客 哪有让客人在家里都弹琴的呀 对吧 您今天也是 除非比如说像请着朗朗这种 朗朗算了 除非请着那种大一点的什么像李斯特呀 像什么这个贝多芬呀 像莫扎特 您除非请着这种人 人家还得乐意 哎 然后让人家客人在家里弹段琴 这才行的 是不是 您这一个普通一白丁 对吧 我请你来我们家吃饭 已经天大的面子了 还让你在家里弹琴 这事我觉得就有点 反正是怎么看是怎么 这俩人串通好的 这个卓老太爷呢 也没招呼这王吉说了 那就听听吧 就让人啊 把这琴端来 让这个司马相如父亲 谈了一段什么呢 叫凤囚皇 对吧 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了 这司马相如这有目的的 对吧 他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竹文君啊 就在这个屏风后头偷看 为什么呢 这就是前一阵这个王吉 他的这个造势 这个事起了作用了 他把这司马相如这个事造的很高 这个名气很大 卓文君一听 什么这个司马相如都来了 得了 咱也看看吧 女人家家的也不能出去啊 那怎么办啊 就在这个屏风后头偷看 然后一听这个司马相如谈这个凤囚皇 呦 一下就迷上了 然后这俩人就私奔了 这是一个所谓的凤囚皇千古佳话 但是这个事呢 咱就说实话 这个这个卓文君后来就吃了大亏了 因为当年的这个恋爱脑 为什么呢 俩人是私奔 卓老太爷啊 也不认可这个姑爷 那怎么办呢 那就不给你钱呗 不给钱就希望能把这个卓文君给逼回来 谁知道这卓文君恋爱闹上身 对吧 又卖酒 又卖豆腐 反正是前半生过得非常贫寒 终于有一天 这司马相助出去了 当了官了 您也知道了 后来他当了官了 当了官之后 回头一看 当年卓文君挺漂亮 现在这个也一般 毕竟是从一个小县城出来的 是吧 我现在在京城 当然那会儿京城在别的地儿 我现在在京城 是不是 这都是首都的姑娘 是吧 这都漂亮啊 是吧 活好啊 尤其是什么吹箫啊 吹个笛子啊 这都好啊 是不是 我这看不上这卓文君了 就啊 想修掉卓文君去纳妾 得亏啊 咱说实话 这卓文君比较有才 而且呢 这个司马相助也不是那种毫无人性的人 所以这个念头最后也没形成 但是咱说实话 这种事也就是司马相助换二一个 这卓文君这一辈子就特别惨 当年这个凤囚皇的这个典故 可能也就传不到今天了 后来也有 像这种恋爱脑也有 当年这个大明王朝末期这个山海关总兵吴三桂 他也是一个恋爱脑 为什么呢 当时啊 这个吴三桂就想啊 这既然闯王李自成已经战了北京 已经得了事了 那得了 那要不然我就投降闯王吧 对吧 这个闯王他当年也有过这个队伍的拉拢 那我投降吧 他就带着兵准备进山海关 刚要进山海关 就有人跟他说了 哎呦 大王您别去了 怎么呢 这个当时这个吴三桂 这个这个李自成啊 把您家给占了 这个您家里家财都一扫而逛 这个吴三桂也听 不能 这个大王对我有知欲之恩 是吧 接着率兵往南走 就往北京走 走着走着又听人说了 哎呦 大王您别去了 他呀 把您这一家老小都给杀了 您呀 就千万别去送死去 他对您不是真心的 这个吴三桂就说了 不能 这个大王对我有知欲之恩 接着走 走着走着 听说了 呦 您还往前走呢 不知道陈圆圆 谁呀 吴三桂他小妾 陈圆圆被这个李自成给霸占了 吴三桂冲发一怒 为红颜起兵造反 开了三桂冠 赢了黄奈吉 就进来了 当然这个是有民间传说的成分 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到 处于恋爱当中的男人 确实这脑子都不太好使 这不光是散警队长 任何处于恋爱中的男人 这脑子都不太好使 这个不光是吴三桂 包括西方历史上也有 像当时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飞行男大公 飞行男大公是一回事 待会儿咱再说 这飞行男大公 您都知道 萨拉热乌事件被刺杀 死了 是吧 其实他当时不是王储 他最早的时候他不是王储 在之前有一个王储 他之前那个王储叫鲁道夫 那个叫鲁道夫那个王储就属于是一个恋爱脑上身 怎么呢 当年他作为王储的时候 西西公主的儿子 对吧 作为王储的时候 也得被各种的追捧 是不是 就娶了比利时的公主为妻 双方关系还不错 虽然是政治联姻 关系还不错 然后也就生了一个儿子 好像是我印象中 然后等儿子出生了之后 鲁道夫就看不上原来结发妻子了 就开始在外头各种胡搞 也想离婚 但欧洲那边离婚挺复杂的 您知道吧 欧洲那边离婚 为什么呢 您结婚的时候是在上帝面前发的事 我们俩白头到老 对吧 生死相依 您在上帝面前发的事 那您现在上帝面前发了事了 您现在说离婚就离婚 您这不是欺骗上帝吗 这可不行 所以就得让教皇去批准 那教皇一般来说 他不会批准这种贵族联姻的 因为贵族联姻之中 他牵扯了很多政治利益 教皇哪边都得罪不起 所以就一直没有批准这个鲁道夫的各种的离婚请求 那鲁道夫还能怎么办 那就再办的各种胡搞吧 搞着搞着 30岁的时候见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所谓心仪的人 叫索菲亚 但是这个索菲亚 不不不不 说说说说说说串了场了 有朋友说过记不住人名影响港官 就让我把各种人名在纸上写下来 这写下来之后就容易看串了行 您知道吗 跟索菲亚没关系 这说出来以后我才发现说错了 后来鲁道夫看上了一个17岁 他当时30 比自己小13岁 比自己小13岁的一个女男爵 女的男爵 人家也是个贵族 但是您说这玩意儿是不是你又离不了婚 人家一天到晚在你这哭诉着 是吧 结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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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给不了人家 然后你给这种各种出轨 然后在这 虽然人家欧洲人玩得挺开 这婚内出轨 尤其在贵族里头很正常 对吧 公开说自己有几个情妇那种 对吧 但是您说这事儿经常就困扰这个鲁道夫 这个鲁道夫就一气之下 带着自己的女男爵 双双的殉情了 殉情之后 原来弗朗茨一世 就是原来奥雄帝国的国王 就皇帝 弗朗茨一世 非常伤心 找到了自己的侄子 也就是那费迪南大公 让费迪南大公当了王储 谁知道这费迪南大公 他也是个恋爱脑 他也是个恋爱脑 他看上了一个就是那索菲亚 我之前写创行那个啊 那个索菲亚是谁呢 是一个低级贵族的女儿 是一个低级贵族的女儿 按理说她也是个贵族 但是吧 不入这个 你要说配上这个皇储 皇太子 有点配不上 所以呢 这个俩人还非常任性 就非要结婚 这个当叔叔得没法拦着呀 对吧 我已经失去了儿子了 我不能再失去我的侄子呀 那得了 那要不然你就你们俩结吧 虽然结了 但是弗朗茨一世也下令 什么呢 在这个王宫里头 不许有人用这个王储妃的礼仪去对待这个索菲亚 所以呢 这个费迪南大公就没法在这个 就他觉得他老觉得特别对不起这媳妇 所以呢 就经常带着这个媳妇啊 上各种地方去游玩去 您在宫里头不能用王储妃的礼仪接待他 地方上可不管呀 对吧 地方上一听什么皇太子来了 对吧 今天是皇太子 明天就是皇上呀 对吧 那明天那就是皇后啊 是不是 那我得好好接待呀 就经常带着自己这索菲亚出去这个各种炫耀去 哎 然后走到了萨拉肉卧被刺杀 哎 然后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这个其实说实话啊 不光是这个异性之间相互吸引 有的时候这同性之间也有这所谓恋爱脑 什么事呢 唐朝 唐朝 唐太宗 李世民 李世民的长子啊 叫李钱 叫李承贤 李承贤是长孙皇后所生 这李承贤这名呢 你听就不一般 成是成接的成 钱是乾坤的钱 成接乾坤 就意思就是以后的皇位我要传给你 哎 就就就明着写着这么个意思 包括来说啊 这李世民那么多儿子里头 就这一个李就李承贤一个是仨字的 其他都是俩字的 可见这人在他心目中地位非常高 包括同样都是长孙皇后生的 后来那个李治六位帝皇王 李六位帝皇王李治啊 除了他以外啊 包括他在内 虽然是长孙皇后生的 但是也是两个字 剩下都是 只有这个李承贤是仨字的 这李承贤呢 要说也挺对不起他爸爸对他的这个信任 这个期待的 为什么呢 喜欢男人 您说啊 咱说实话不是说对人家这个同性恋有什么歧视啊 但是您这个喜欢男人这个事啊 谁都能来 唯独这皇上 皇家不能来 为什么呢 您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 就是要延绵子嗣 对吧 您同性之间那会儿没法延绵子嗣 您知道吧 所以这个是皇家之大忌 这个叫这个李承贤这哥们呢 他就特别喜欢 他身边有一个给他唱跳褶子 有一个跳舞的一个人 叫称心 这么一个男的 这称心呢 长得也挺好看啊 比赛顶队长是好看多了 比我差点 您知道吧 然后呢 这个李承贤就特喜欢他 然后这俩人就断秀啊 各种搞这个同性恋 那您说这个事都住皇宫里头 是吧 那这个李世民能不知道吗 肯定知道呀 就把这个称心给抓起来杀了 后来呢 那这个李承贤那就堕落了 对吧 在宫里头又给他这么立牌坊 又给他立碑 后来还给他立这个灵位 各种各样的事儿 最后因此还 当然不是因此啊 后来还造了反 这李世民实在没招了 得了 不不 我把这太子给废了 换了一个 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叫李治啊 当太子 李治呢 有一媳妇叫武则天啊 这之后的事呢 就比较好说了啊 所以说啊 像景田女士啊 咱们希望啊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 希望啊 希望这个张继科呀 他不会那么那么无耻 真的说把这个景女士的这个照片给送出去 但是啊 咱说实话 这个因为恋爱脑吃亏 这个您说像这个景女士这种丢点照片 丢点面子 这都小事儿 像咱之前说的这个什么这个 吴三桂 对吧 鲁道夫 什么费迪南 包括这个李承贤 那都可是把江山给丢了 对吧 这如果因为恋爱脑把江山丢了 这才是大事儿了 得了 跟各位闲聊几句吧 拜拜各位